大家好,我是孙怨纯 今天我们要听的音乐呢 有一个共同的标题 就是十月 十月呢 很多人在想到这个月份的时候 有可能是想到这个天气 也有可能是想到十月份的生活经验 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四首作品里面 我们也许就可以从音乐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来猜测作曲家究竟是从哪里来感受 来决定他的十月画面呢 好,那第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德国的孟德尔颂 不过这位孟德尔颂呢 跟我们知道这个仲夏夜之梦的孟德尔颂 很像是一件漂亮的衣服 只是为女生加分而已 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对于姐姐的才华做栽培 不过虽然芬妮她的音乐才华 没有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 但是有一位她身边很重要的人 常常给予她鼓励 让她继续往这条路发展 那就是她的老公 那她的老公常常鼓励她创作 而且甚至出版 那我们今天所要欣赏的十月呢 其实是来自于芬妮的一组作品 The Year 这个The Year呢 它是包含了十三首作品 那是一到十二月 每个月都各自有一首小品以外 还有再另外加一个中曲 那在发表这部作品的时候 芬妮的老公 就是对她非常支持的这个老公 也为每一首小品都提上了词 可以说她的老公为了她的创作 也是相当用心的 好 我们刚才听到的音乐呢 就是德国作曲家芬妮孟德尔颂 所写的The Year其中的十月October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个十月 它是来自于俄国的柴可福斯基 柴可福斯基他当初呢 就是受到圣彼得堡音乐杂志的总编的邀请 我就说可不可以为每一个月都写一个小品 让我们来出版这样 那查克福斯基就创作了一组十二首的作品 都是钢琴独奏的 那这组作品叫做The Seasons 那我们可以从他的标题The Seasons来判断 他的月份跟季节这个气候是比较有关系的 就不像Fanny他的一二三四五六月 就是每个月份其实都是比较根据他的生活经验来写 所以他的十月听起来就相当的有精神 那查克福斯基的十月呢 我们可以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我们可以听到这种氛围 我们可以听到这种氛围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就是俄国作曲家查克福斯基的October十月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就是俄国作曲家查克福斯基的October十月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十月》呢是来自于当代作曲家 那马罗尼的这首《十月》呢是收录在他的作品《秋季》里面呢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从第一首《十月》呢是收录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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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呢 就是在《十月》 那马罗尼在提到他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说的主要是在描绘他所听见的季节 那他究竟听到了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当代作曲家 马罗尼所写的October 10月 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 另外一位当代作曲家Fisella的作品 Fisella他这个作品呢 终于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名字了 他叫做October Fate October Fate这个Fade就是消退消逝的意思 那我们从这个Fade可能也可以猜测到 曲子所透露出来的这个情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音乐片段呢 就是来自于当代作曲家Fisella的作品 October Fate 那他的这首October Fate跟前面三首October 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